今天你不得不知道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屏东恒春南湾海边15号上午 有不少的民众募集一架客机低空飞过 引发了地方讨论 其实这架飞机是美国太空总署NASA 与环境部等跨国学员单位 正在进行亚洲空气品质飞航实验 而气象达人彭启明也发文要大家抬头看看 NASA的飞机在台湾上空 美国太空总署NASA的DC8专机 近在咫尺巨大声响引起注意 因为它采用低空飞行作业 15日上午不少中南部航空迷目期引发热议 恒春机场这边很久没有看到这么大的飞机 对 蛮低的 恒春这边会有飞机费那么低 很惊讶啊 不过NASA飞机突然出现 民众好奇是否有状况 气象达人彭启明要大家别担心 甚至要大家抬头好好欣赏 NASA的飞机呢最主要是 因为它这有两部飞机 一个是弯流的飞机 一个是DC8的飞机 最主要是要了解台湾的这个空气品质的 这个垂直的结构 据了解NASA飞机 15日由菲律宾飞往南韩航程中 飞越台湾恒春后 绕着沿海飞这往内陆移动 飞越台南嘉义机场不断来回绕圈 而其中一架科研飞机 G054年的DC8专机 机上配有感测器和数据系统 能够进行精密的空气污染 例子分析 航泰总署都从来还没有到过台湾 进行飞航的测试 它这算是第一次 飞的方式呢是上上下下 高低的飞 有有有 你如果看那个数字的话 基本上是零 就代表说 很像在机场要落地的感觉 但是它事实上没有落地 它就高高低低的飞 最主要就要量 我们台湾的上空整个垂直结构 整个大气层空气污染的影响 彭启明也透露 这次合作能够促成 除了环境部给予极大的支持外 中央大学大气系的林仁辉教授 也是幕后大推手 NASA专机飞越台湾上空 也是另一种台美合作新模式 接葬我到